这次M4的主题是 Dare to be great 想传递的核心内容是只有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 完成自我的蜕变 才能体验无上的荣耀 因此我们选择了布迪卡 一个在孤独中成长的少女 踏上M4的征程 在亲情和友情的双重激励下 完成蜕变的青春成长励志故事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M4的活动内容 走 给我们去工作室看看吧 这里就是我们木桐的活动组部门 游戏当中的每一个精心设计的活动 都出自于此 现在让我们跟随摄像机 来看看活动策划们是如何工作的 嗨 大家好 我是Lin 我是这次M4的热点负责人 本次M4的热点活动 我们将给广大玩家提供可谓豪华的奖励内容 首先 通行证达到150级的玩家 可以获得终极大奖 布迪卡M4首半一个 其次 玩家们还可以通过提升 步行证的等级 来获得四款限定皮肤 其中还包含布迪卡的超盘皮肤 另外还有海量专属局内特效等你发现 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对本次活动的方方面面 都做出了细致入微的优化 致力于让广大玩家们能感受到M4的热点活动 而不是活动本身变成玩家的一个负担 首先 我们调整了通行证的升级节奏 我们降低了通行证升级的难度 让每个玩家不用再为升级通行证每天 花费大量的时间 同时 玩家们也可以通过 打开M4的助威宝箱的方式 一定概率获得大量的通行证经验 另一个重要的改编在于 我们在通行证内额外增加了各项挑战任务 玩家在达到这些挑战任务后 可以一次性获得大量的通行证经验 这样一来 对于那些活动前期未能及时升级通行证的玩家来说 也可以通过这些挑战任务 赶上大部队的节奏 再者是对战斗之夜皮肤宝箱的改进 相比于往年战斗之夜皮肤宝箱开出随机皮肤 玩家们在打开这次M4战斗之夜宝箱前 可以进行自由选择 避免开到自己不常用英雄的皮肤的尴尬情况 另外在1月15日的冠军日活动中 我们给玩家们准备了一个有趣的小彩蛋哦 只需当天在聊天宫中输入M4 就会有小惊喜 究竟会发生什么 说实话我也相当期待 那就请玩家们小小期待一把吧 哦对了差点把M4诸位宝箱给漏了 这次诸位宝箱也是一个大的亮点哦 玩家只需要花费50赞 就有机会可以开出M4通行证激活卡 走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M4通的IP故事以及英雄皮肤是如何创造的 IP故事是每一个角色的基石 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出色的故事 每一名角色在显得活灵活现 为了更好地突出竞技精神 我们把这次的故事背景设立在一颗有自我意识 能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能源的竞技恒星上 这颗恒星被外围的环状城市围绕 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有强烈的竞技意识 他们每年都会举办M4 作为奉献给恒星的纪律 我们的小布迪卡就出生在外困区的贫民窟中 他凭借对机械的浓厚兴趣 成功地开放了属于自己的机甲 所以针对布迪卡的追光者和恒星之光皮肤 我们都融入了机甲元素 像肩胛、裙摆这些地方 为了和IP背景相结合 你也是煞费苦心吗? 没错啊 就是当收到这个天才机甲少女的设计任务的时候 他的整个形象其实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了 但真正去落笔去设计的时候 他的故事、他的性格、他的机甲 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精神和荣耀 这些都让我们淘汰了一般又一般的设计 所以当这两款皮肤真正定稿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们足足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后续的细节设计和制作当中 我们还在逐步优化和修改 它应该是我设计过造型当中耗时最长的了 在我们这个故事中 布迪卡小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参加M赛不请牺牲了 这件事成为了小布迪卡心中挥之不去的梦 他驾驶自己开发的机甲踏上M赛的征程 所以我们为布迪卡一共设计了两套 分别来对应它两段不同的经历 追光者的皮肤对应的就是突破蠢蠢外围赛的过程 恒星之光皮肤对应了夺冠加冕为王的神圣场景 布迪卡的追光者造型我们设计初衷 是想展示一个活泼的渴望胜利的战斗少女的形态 所以在整体的设计上我们设计了一套战斗服务 那为什么要设计短裙呢 少女吧 布迪卡毕竟是个少女 短裙呢能复养它更多的少女感 然后显得更加可爱和俏皮 而且机甲和短裙的搭配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时尚 针对恒星之光我们更想突出的是一种加冕时候的神圣感 所以我们给布迪卡设计了一套制服力突出比较庄严的感觉 同时呢我们给这套皮肤设计了一顶王冠 背后还搭载了一个机械的光影 就是很明显的 乍一看给人一种胜利女神降临的神圣感 当然这两款皮肤中我们设计了许多和M赛相关的小细节 像是追光者裙甲上的M4的图案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多多发现这些小彩蛋 期待你们的留言 布迪卡小时候她的父亲因参加M3而牺牲 这件事成为了小布迪卡心中挥之不去的梦 在和伙伴的交流过程中 布迪卡逐渐意识到父亲当初参加M3的行为并非自不良语 而是带着外环区平面面的希望去追逐荣耀 于是心结被逐渐打开 一步从外围赛杀出重围 挺进恒星的内部 最终成功的点燃恒星加冕为冠军 那这里就不得不额外强调一下恒星烛光的动作设计了 之前讲过恒星之光的皮肤 为了给玩家留下生女女神的第一印象 我们特地设计了一套机械光翼 为了使英雄的移动方式和皮肤也更加匹配 所以我们将布迪卡恒星之光释放位移技能和它切换武器的时候的动作 都改为了飞行的状态 然后我还对一些动作和姿态也做了一定的调整 所有这些都是想要体现出好的效果 它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器的设计中我们也遇到了以前的困难 大家都知道布迪卡有四把武器 而且切换武器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在设计恒星之光的皮肤的时候 为了强调加冕之后的荣耀感 人物会处在悬浮状态 同时象征着荣耀的皇冠会从天上降 四把武器会伴随着王冠落下 围绕着他的身边 这样的设计正好对应了世界观中 恒星和行星之间的关系 最为震撼的是 布迪卡恒星之光在释放终极技能的时候 背后会出现一个能量幻影 它代表了玩家的胜利意志 看游戏内的效果真是太酷了 皮肤设计中的方方面面 我们都在不断的挑战着自我 因为如果最终的效果不能打动我们自己的 那么一定也得不到玩家们的认可 所以我们才能怀着机器不断的感进 创造出最终能够被玩家认可的形象 在IP创作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探索不断感进 只为能让玩家感同身手 让玩家体验到突破自我 完成蜕变所带来的荣耀感和满足感 Dear To Be Great 这不仅是我们的赛事口号 是我们想做到的 更是我们想让玩家体会到的竞技精神 时隔三年 MLBB世界赛终于正式恢复成为大型线下比赛 本届M4世界赛也将成为 MLBB电竞迄今为止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的比赛 今年我们选择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举办M4 主要是得益于在印尼 我们有幸拥有非常庞大的用户基数 和无比热情的电竞粉丝 我们很高兴的了解到 不少印尼玩家将MLBB视为国民游戏 将MPLID印尼联赛视为国民电竞品牌 M4世界赛和印尼政府也达成了非常深度的合作 M4得以成功落地 离不开当地政府 旅游部和广大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在未来 木桶也将在多个青少年教育和社会责任项目上持续的投入 我们希望能够助力到印尼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本地游戏生态和青少年发展 2023年1月1日至15日 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16只顶尖战队的140名职业选手 将齐聚雅加达为争夺M4世界赛冠军这一MLBB电竞最高荣誉而拼搏 届时,全球用户可以通过TikTok、YouTube、Facebook等各大直播平台 以12种官方语言直播流收看全程比赛 同时,为了能够让更多热情的粉丝和观众沉浸式地参与这场M4电竞团欢 我们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多地举办盛大的Watch Party观赛活动 我们邀请全球玩家加入我们 一同感受MLBB电竞的热血与激情 我们雅加达见 We wish all teams best luck in M4 We see you in Jakarta Dare to be great We they will bee Dare to be great 2 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